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日 我们来介绍一个美国的产品 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说 我们在公众号上也发布了一个 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问答 首先符合EB2 NIW它是EB2里面的一个产品 首先符合EB2的基本条件 就是你的学历 要是具有高级学位的专业人士 也就是这个高级学历至少是 硕士或者是更高的学位 或者是学士学位 你有持续五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那第二就是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 具有卓越的能力 具有卓越领域 怎么来证明你是具有卓越能力呢 至少在七个条件里面 你要符合三条 首先一与特殊能力领域相关的学位 或者文凭证书 这个没问题 第二现任或前任雇主的信函 表明至少有十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第三职业执照或者是从业证书 第四薪水或其他报酬证明特殊能力 第五专业协会会员资格 第六你的同行政府或专业商业组织 任何你在行业或领域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第七其他资格证明 说起来还是比较模糊的 那其实还是一个要突出 核心的一点就是突出你在你这个行业的 你的一个专业性 如果你如果哪怕你是只工作三年 只要你能证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是具你在未来美国的这个同样的领域里面 你是具有会具有更多的贡献 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这个贡献的话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硬性的要求你一定是要工作十年 或者说你只工作十年就可以证明你的这个杰出 你的这个卓越能力 我认为也是不可以 一定要有亮点 好那第二NIW的特定要素 就是还要满足三个条件 就是一你的这个工作 必须具有重大价值和国家层面的重要性 我们刚刚说了 显著的经济影响 促进人类知识 贡献超出公司或雇主的利益 应该说的是要影响到全国的这个领域 从全国的 或者说从中国和未来美国 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 你的这个贡献会是怎么样 那第二 你有能力推进所提的工作 比如说学历技术知识 相关领域的成功案例 未来工作的模型和计划 以及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机构 对你的这个支持 比如说浮华器 比如说风头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证明 所以总体来说 你必须满足免除劳工正要求的允许自雇 对美国是有利的 就是说我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知识或者技能 我不需要工作机会 我的贡献对美国是只有利 没有害 然后劳工证明申请流程 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美国呢就需要我这个方面的这个贡献 我的这个价值会对美国来讲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说劳工卡这个部分是不可以 不需要申请 然后自雇 可不可以自雇 本身我们就建议客户是自雇的形式 自雇的形式来申请 就是未来我到美国 我是可能会开一个公司 然后我这个公司 我未来会怎么来做 我们还会有详细的双心计划书 那哪些职位有可以获得NIW呢 其实它是不限职位的 计算机啊软件开发 对经济技术和安全产生正面影响 工程师企业家 医疗方面的研究人员数学家 都是可以的 并且不限于它没有岗位的要求 重点核心一点 你自己在这个行 它其实和杰出人才是非常的相似 但是它突出的是你对美国的贡献 而杰出人才突出的是 你的这个行业的领先 你在这个 你的这个行业的 你这个15%或者20%的这个领先 其实是非常 也概念有点模糊 但它的要求一定是低于EB1A的 那我们会提供哪些证明 需要客户申请人提供的是 发表文章的引用 同行专家政府的推荐信 详细赋美的商业计划 媒体报道 还有我怎么去实施的一些凭证 所以这些是非常细致的 那么可不可以申请加急 EB2它不能像EB1A那样15天加急 通常I140的审理周期是 目前是72个月 72个月也就是 嗯 不是不是 I140的申请是8个月 8个月到12个月 所以我们按12个月来算的话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拿到移民局的受理号 就是开始就是有排 就是移民局 我们递交了移民申请以后 移民局会给我们发一个答案号 有了答案号的话 那么那么上面就会有我们的优先日 那么这个优先日到达了 在每个月的排期公告到达的时候 那我就到达了我的面试时间了 那么前提是我的I140我要获批 好 那我同时 我同时递交I485的绿卡申请吗 I485是在美国境内来递交申请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在排期快到达之前 不管是表A还是表B 表B一般会快于表A 在表B的快到达之前 我也有能力 申请人有能力 到达美国 那么就可以在美国境内 不需要面试 直接就是递交一个申请 I485的申请就可以了 配偶和孩子 可不可以一起申请绿卡 当然是可以 小孩年龄要在21岁以下 并且是未婚 这个是很容易达到的 所以对于年龄 就是说小孩的年龄即将超零 即将或者说15岁以上的申请人 EB5对吧 EB5的项目区域中心的这个投资 目前暂停 不作为投资的建议 EB5的值头 如果有好的项目 可以考虑 但是未来也仍然有排期 那孩子如果年龄到达15岁 或者更大 那么建议 建议可以考虑EB1A和NIW同时申请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EB1A和NIW申请 你会不会同时获批 不会 一定会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我们还没有两个同时获批的案例 通常都是一个先获批 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就会让律师 递交一个信息 我们这边绿卡拿到了 那边就停止了 所以然后一个被拒 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获批 不会 因为它是不同的审理通道 不会因为你这个拒了 那个获批 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 NIW或者你只申请一个 当然可以 但是申请两个只用加一万美金的申请费 那么来讲是更保险 那再一个就是说 NIW它如果被拒了 或者EB1A我们被拒了 我们是不是就全聚中了 不是 我们还可以来补充材料 再次再次再次申请 除非我们的材料已经做到 是一个封闭的闭环 就没办法再去再去添加新的东西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也有也有很多 就是说拒签以后再货批的案例 所以只要您真的能达到NIW 从您的工作背景和您的工作价值里面 找到对美国有利的部分 那么是可以来考虑 来进行NIW的申请的 好的 感谢您的收听 对美国移民有更多的需要了解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加拿美的出国的公司的愿景 是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投资服务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 再见